熱帶風暴貝碧加繼續移近廣東沿岸 天文台一晚上8時20分改發3號強封信號 晚間風勢明顯增強 貝碧加集結在香港以南300多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18公里 帶之移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宋文娟表示 預料貝碧加會在早上最接近本港 並且在香港西南大約300公里左右略過 相信改發更高訊號的機會不大 天文台在晚上10點半至11點半 路德大老山大美都及環南島最高持續風速 大約是每小時59、51及51公里 最高震風分別是每小時78、60及59公里 接著一節環南海域聽力報告 警報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南湖以南及薩美以南吹強風 在天力開放在晚上11點以帶風暴貝碧加集結 在北位19點2度東京114點2度附近 其中深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85公里 預料貝碧加向西北邊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至海南島一帶 24小時內各區天力預測香港鄰近海域 吹東風6至7級 沙浩串吹東南風6至7級 間中有凌散狂風暴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香港以南及沙提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 南部達到8級 佔進吹旋風9級有頻率狂風大致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佔損巨浪 其後48小時天力展望吹南吹東南風5至6級 西部初時吹旋風8至9級有頻率狂風大致及雷暴 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力報告 華南島出東南偏東風6級能見到10公里 山頭出東風2級能見到20公里 東沙出東北風4級能見到10公里 華茅洲出東風7級 澳門出東北風4級能見到20公里有雨 西沙出西北偏西風3級能見到20公里 天力方面 天文台在晚上的11點半至零時的零時 至午夜的12點半 綠德在昂平、大魯山、華南島 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59、50及48公里 最高震風分別是每小時75、53及71公里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 在上午兩點 日帶風暴貝壁家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南 大約340公里 即北緯19.4度 東京113.2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18公里 大致移向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 北緯家在晚間採取較偏西方向移動 和香港保持300多公里距離 本港現時部分地區仍然吹強風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北緯家將於日間逐漸遠離香港 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不大 在過去一個小時 長洲和橫蘭島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 為每小時48及42公里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理預測 吹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風 稍後轉吹東南風 風勢逐漸漫和 多雲間中有狂風遮雨 氣溫介乎25至29度 海面有大浪 天理折望 星期日有狂風遮雨 最後兩三天 遮雨持續 現時氣溫28度 相對濕度85% 天文台在晚上12時31分至0晨 凌晨1.30分 天文台綠德 昂平 長洲 長洲泳灘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78、53、51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是95、75、64公里 全台在凌晨2時31分至凌晨3時30分 在昂平、長洲泳灘及長洲 錄得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75、50、46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是93、64和63公里 3日熱帶氣旋警告現證生效 現時氣溫27度 相對濕度90% 接著一節華南海域天理報告 警報香港二南沙提以南及海南到東南沿岸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及三米二南吹強風 天理開放在凌晨3時熱帶風暴背迫加集結北位19.4度 東京113度附近 其中深附近最高持續風速 大約是每小時85公里 預料背迫加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 大致移向雷州半島至海南道一帶 時間來到早上5時 商業電台新聞報道 現在是朱啓謙報告新聞 3日強風信號生效 天文台說熱帶風暴背迫加開始逐漸遠離本港 天文台會考慮在未來幾小時改發1日戒備信號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 3日強風信號現證生效 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 在早上5點熱帶風暴背迫加集的在香港西南偏南約370公里 即北位19.5度東京112.3度附近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 大致移向海南道一帶 今早較早時 貝迫加採取較偏西的方向移動 並開始逐漸移離本港 本港現時部分地區仍然吹強風 高地間中吹烈風 隨著貝迫加進一步遠離 本港風勢將會逐漸緩和 天文台會考慮在未來幾小時改發1日戒備信號 在過去一小時 長洲和大美督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 為每小時44和46公里 本港地區今天天理預測 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冬至東南風 高地間中吹烈風 稍後風勢逐漸悶和 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 最高氣溫約29度 海面有大浪 天理指望 明天有狂風驟雨 最後兩三天驟雨持續 現時氣溫28度 相對濕度87%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警報 香港以南 沙利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強風 天理概況 在上午6點 二大風暴貝迫加集結在北緯19.5度 東京12.1度附近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每小時85公里 越來貝迫加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 大致移鄉海南島一帶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6至7級 三號轉吹東南風6至7級 間中有凌散狂風驟雨和雷暴 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其後48小時的天氣指望 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 西部吹西至西南風8至9級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來報警告信號見證生效 一效時間至上午8點 預料高達每小時70公里或以上的 陣風吹襲香港 現在氣溫26度 相對濕度98% 神早新聞專輯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 今天是6月22日星期六 為大家主持這次神早新聞專輯的是林志偉 熱帶風暴貝碧家在清晨 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380公里 越來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 帶之移向海南島一帶 鐵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淑明說 貝碧家開始逐漸移離本港 鐵文台會考慮在上午10點前 改發1號戒備信號 在過去幾個小時 貝碧家穩定地向西移動 逐漸遠離香港 鐵文台會考慮在上午10點前 改發1號戒備信號 預計今天會吹清敬至強風程度的 冬至東南風 高地間中會吹裂風 而稍後風勢會逐漸緩和 預計天色會大致多雲 間中會有狂風遮雨和淚暴 今天最高溫度大約29度 而海面會有大浪 再展望遠一點 明天也會有狂風遮雨 而隨後兩三天遮雨會持續 教育局說由於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驗證生效 幼稚園、肢體雙殘兒童學校 以及肢章兒童學校今早停課 清晨本港下了幾陣雨 風勢也較強 見到有途人遮避風吹到反骨 在尼華地果欄 莊社工人為貨物覆蓋上透明的塑膠膜 而中央氣象台在今早6點 就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 預測貝碧家將會在今天下午到晚間 在海南曼寧到廣東陽江一帶沿海登陸